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这一集做的是Block间跟Drovo间 同样都是6号间的一个大小对比 那首先你们应该能看到的 两个笔间的话,Drovo是比较流线型的 Block间跟邪恶的曲线会比较接近的 所以有时候我认不是认那个笔蛇 我是看后面的,我就看这两条和内侧这条曲线 然后来一个来认的 那有时候反正基本上都能猜中 反正也有猜错过了 那这样子那这一支比我刚刚也评测完 然后就这一支吧 当时拍视频没打算上墨的 最后看来还是得要上墨 那两个呢都是那个EF间的 那对比一下那个鞋感啊 当然看完这一支其实也很清楚 我答案肯定是哪一支 但是我觉得那个视频嘛 我还是得要来做一下 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的一个差别 那首先这样子我们先看一下那个笔的一个 首先一个花纹吧 那首先花纹上来讲的话 能看到的就是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 它Broad的logo是不是这样子啊 反正就是前面那个压花来讲的话 那明显是Drovo的更好看一点 然后笔尖的一个长度嘛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差别了 宽度也是 但是那个Drovo的那个笔蛇看起来相对来讲比较怎么讲 干净一点就是比较好一点 就像白乐那种就非常的干净利索 然后像这个Drovo的话 它这个花纹嘛 一拿一个logo我都觉得挺好看的 反而Broad的这个的话 不知道是不是国产比做太多了 然后有时候有点歧视 我自己本身啊 这个花纹就是感觉不是很高级 像左边那个看起来就高级很多 这个这个是右边的就没有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一个错觉了 看起来就是不够大气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尖吧 笔尖的话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一个Drovo的 Drovo的那这个笔尖能看到 非常的整齐 然后你看这个非常圆 打磨的是非常的顺啊 能看到Drovo的一个品控啊 基本上我暂时来讲就之前有讲过嘛 三大金箭第一个百利金 第二个复利文第三个就Drovo 那其他钢尖呢 基本上我觉得就冷血 但是不是说特别出色 那能看到的这个Broad的 它是比较长一点的一个伊利 但是这个前面它是有点斜面的 像应该是能叫一点刀锋打磨 但是还没到很刀锋的那种 然后伊利相对来讲比较突 但是这个反正就是我 我觉得比起Drovo的那个笔尖吧 你们看这个 就是少了你看Drovo的这个非常的干净 你看 不知道是不是我还没上墨 但我觉得应该这个差别不是很大 你看这个旁边的这个利索度 也有可能是伊利本身的一个大小不一了 导致的 嗯 呃 另外一个就是花纹我觉得简陋了 主要是就这两个差别 那我会试一下这两个的一个出息给你们看 另外会试一下那个弹度 那360度书写 那我拿密 拿密数的那个视频忘了 那这个我给你们再做一遍 那我先来上一下墨 哎这只真的不舍得上墨 最后还是得要上墨 上星上星 哎没上到墨 没事没事 这个我们再 哎 上一下墨 哎呀 这只最后还是哦弄到弄到笔墨了 好伤心呢 这只 怎么回事没吸到 哎有了 刚可能我没对好 好那个你看到哎呀这个这只金箔笔啊 怎么说也是弄到这个太伤心了 这弄到一次等会洗 啊洗一下就麻烦了我这只这只我平我是不太打算用了 那个所以就 哇果然是还是万家的这个轻度手感还比较好 拿密索这个还是太重了 可能是金属笔握吧 我觉得可能换回去那个印象胶的会好上那么一点 我我个人是喜欢用轻笔的重笔我不太喜欢用 重笔的话我我喜欢那种就是非他本身要非常的一个气势 很有那种磅礴的气魄那那种我才会喜欢 不然的话我个人不太偏好那种就是特别重的笔 因为一写五六百字的时候就已经算少了 然后你五六百字然后那还还要快写的话 那个是非常折磨人的好那我先把笔我给放一边了 倒是整个笔感是挺满意的 但是就是基本就是看一看这样子 呃 好 先写当一个block间了吧 然后是 EF NIT 然后再来换一下 我们来这里吧 这样就 那首先能看到同样出息 你看到了贫空来讲 没法逼 首先就是周末的贫空会好很多 然后我们再下来听一下这个声音 然后再换一下 那你们看到就是block间的那个第一个他的空目没有那么好 而且主尼感来讲还有他就主尼感的一个反馈来讲 周五明显会比较好 首先也比较细也比较好 block的这个就是有点像国产比常有的一个问题 就是滑不够滑 刮不够刮 就是很中间但是又 就感觉不到他那个特色 那如果是周末的话 他他的M间我也用过 然后ADF也用过 他反正就M间特别滑 DF的就是有阻尼 他的这个就是精细度做的就非常好 然后看一下这个出没 我一直换笔的话好难控啊 这只要用的比较多的力 然后一换这边就上下的就 有 那出没来讲的话基本上两只都非常稳的 你看都是非常稳定 你看粗细 这边的粗细 你看都没有说很明显的粗细的 有些笔的话哦 我到这笔特别粗 然后这边左下拉下来的时候非常细 那好笔的话基本上都是我不管怎么写 都是同样的一个粗细度 然后再下来呢这个我们来试一下他的一个弹性啊 正常的 JOVO的弹性 这还是DF间的 哦不好意思啊 呃 这边 你看同样的力度下 JOVO的那个弹性也是比较好的 但是他好归好 但是写起来的感觉间就是很硬 所以说这个笔尖相对来讲我个人觉得比较有特色 然后再写一下这个字 所以我当时反我我也开始能懂为什么就是 台湾的全换成JOVO JOVO的话如果是新人或者你日用的 就是日用就快写来讲不话吧 就是真的好用很多 这真的是实话 Broadgen的话明显就是这个斜感就是我感觉就是 还是停留在以前的那个时代他没有说进步那种感觉 我看这个 而且这个写就是 呃怎么讲很色 就是JOVO 那个Broadgen的这个写 就是一直感觉这个接好像很色 但是你写起来的反馈吧 也不是很舒服 那如果你说我想把它写滑的 我直接上那个M800 因为这支笔本身也得要1000多块钱左右了 就我现在Broadgen的这一支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 如果这个笔把换成JOVO的 我估计我会喜欢很多 然后呃整个你看出息明显的 而且我感觉JOVO的笔 虽然我字非常丑 但是我感觉JOVO是比较好出风的 如果你是搞到一支C间的话 像Broad的话就是 我写英文我觉得他不是很顺 写中文的话我的感觉也是一般般说实话 呃 而且花文来讲的话 基本上跟JOVO来比 那同样这个已经是完全同规格的两个间了 那你能看到就是这个东西的一个精致度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的 然后这个笔肩的话就啊就算了吧 大概这样吧 但是他我另外一个视频做那个太晶肩吧 那个Broad太晶肩真的是给力 JOVO是没有太晶肩的 那如果他那个太晶肩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搞搞 因为那么大的弹性 然后他那个益力反馈就非常好了 我是不知道这支是怎么回事啊 就Broad的一个那个干肩啊 晶肩的话我觉得大家去上那个万宝龙百利金 会比较直接了 或者上那个七十三七十二的 金肩的话还是直接选品牌了 像这类的一个比较冷门的品牌 他都是一个有那个JOVO 我就就用JOVO或者Broad 这类一个厂的话 像三文堂或者是 呃还有哪些品吗 三文堂啊这支南米薯万家这些的 我觉得就是说还是优先去选一个JOVO 会比较好 就是他本身代工的是一个JOVO间 那如果是说真的没办法了 我我想这两个如果你要基尾的话 反正也不会很难啊 选出来拔出来 然后一放 你看他两个笔蛇嘛 他基本上是你不用去调整了 你看笔蛇大小应该是可以可以直接放上去的 这个子你看他这里两边其实是突出来 但其实应该是刚刚好的人放上去的 所以就对评测就到这里了 那有什么问题下面给我留言 那如果是说呃有什么我讲漏 麻烦那个帮我补充一下 谢谢大家 呃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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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